阿根廷前方伊卡尔迪在15岁就进入巴塞罗那清逊营,可惜年轻的伊卡尔迪并没有成功进入巴塞一线队,伊卡尔迪在18岁那年足进至一家豪门桑普多利亚,两个赛季之后,年轻的伊卡尔迪被国际米兰看中,20岁的他身背,伊卡尔迪在18岁那年足进至一家豪门桑普多利亚,两个赛季之后,年轻的伊卡尔迪被国际米兰看中,20岁的他身背,伊卡尔迪在18岁那年足进至一家豪门桑普多利亚,两个� 1350万的身价成为国米中线的希望,并在国际米兰获得过两次一脚金靴,成为一甲至手可热的强力中锋,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55分,伊卡尔迪佩戴国米队长袖标,完成了自己的欧冠首袖,对手是英朝大红大紫的托特勒姆热刺,热刺拥有卡恩,埃里克森,孙兴米等超级巨星,本赛季热刺在英朝前五轮, 取得三胜两副进球分,凯文至今一都没有找回上赛季的进球状态,而伊卡尔迪率领的国米在一甲前三轮一胜一平二副击四分,仅仅还在一甲第十五名,斯帕莱迪的球队急需抢胜率来找回状态,这次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强力对手。 比赛上半场结束前,国米被全线压制,伊卡尔迪率领的国米封线很难在热刺紧密的防线当中找出机会,而埃里克森一脚回忆的水门打在米兰打腿上反弹破门,汉达诺维奇凭尽全力也没能完成扑救。 下半场比赛到第八十分钟的时候,伊卡尔迪在进去外一脚漂亮的凌空抽射将球打进,国米颁平比分,捕食阶段国米门前混战在进一球逆转比分,伊卡尔迪在与凯恩的对决当中取得完胜,在一脚表现出色的伊卡尔迪虽然连续获得各种荣誉,但是在群星璀璨的阿根廷国家队,伊卡尔迪甚至已经轮为第四前锋。 在与伊瓜音、阿归罗、迪巴拉的竞争中,伊卡尔迪完败,但在球迷的眼里,伊卡尔迪才是埃根廷最强的中锋,桑宝利的选择最终也在世界杯当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,对埃根廷国家队来说,梅西才是球队的绝对核心,伊卡尔迪不可能成为球队进球的关键人物。 伊瓜音和阿归罗和梅西更有默契,伊卡尔迪则是纯粹的射手,脚下技术以及速度都不出色。 在之前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,伊卡尔迪并没有很好的表现机会,在比赛中也完全跟不上梅西的节奏,于是主帅桑宝利只能讲伊卡尔迪排除在埃根廷的23人大名单之外,这一选择在当时受到了众多球迷和埃根廷名字的批评。 昨晚伊卡尔迪用精彩的进球回击了桑宝利,由此一意,伊卡尔迪定能重回国家队,向埃根廷足盘证明自己的强大实力。